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涅坦雅胡向伊朗人民发出的罕见呼声 他在紧张的中东局势中表达了对伊朗人民的支持 并强调以色列与他们站在一起 然而涅坦雅胡的言辞不仅仅是善意的表达 他同时警告称 中东没有以色列无法触及的地方 显示出以色列在保护自身安全方面的坚决态度 随住以色列可能对黎巴嫩进行地面进攻的传闻愈见愈裂 涅坦雅胡的强硬立场 无疑是在为未来的军事行动铺路 而在美国总统拜登的声明中 他明年反对以色列的地面攻击 呼吁立即停火 这一立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此外黎巴嫩总理也呼吁以色列与真主党停火 强调和平的重要性 随住局势的紧张 黎巴嫩民众的生活充满恐惧 对未来的渴望愈发强烈 在这场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中 普通民众的声音常常被忽略 未来局势的发展仍然悬而未决 但可以确定的是 和平的追求依然是每个人心中的愿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东这片充满不安与动荡的土地上 近期局势愈发紧张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涅坦雅胡班哲文涅坦雅胡在一个耐人寻味的时刻 直接向伊朗人民发出呼声 表示以色列与你们站在一起 这不仅是涅坦雅胡对普通伊朗人民的支持 也是对他们在当前局势下所面临挑战的理解与同情 涅坦雅胡的这番话 无疑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以色列并非敌视普通的伊朗人民 而是对那些在压迫下挣扎的民众表示关心 他的言辞中蕴含着希望 希望伊朗人民能够团结起来 追求更好的未来 这种呼声在历史上并不常见 尤其是在以色列与伊朗关系寓意紧张的背景下 然而这番表态并不仅仅是出于善意 涅坦雅胡图时发出一个明确的警告 称中东没有以色列无法触及的地方 这句话犹如双刃剑 既是对伊朗政府的威胁 也是对整个中东地区的警示 它的意图很明显 无论局势如何发展 以色列都将采取必要行动来保护自身安全和利益 在这场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中 涅坦雅胡的言辞 无疑展示了以色列的决心和实力 随着以色列可能对黎巴嫩进行定念进攻的传闻愈演愈烈 这种强硬态度显得尤为重要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也持续多年 而涅坦雅胡的警告只会进一步升级这一局势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 以色列与伊朗的敌对关系不断加深 以色列视伊朗为其最大的威胁 而伊朗则支持对以色列的武装抵抗 涅坦雅胡的简化 虽然试图拉近与伊朗人民的距离 但实际上确实在被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铺路 对于普通的伊朗人来说 他们或许会对涅坦雅胡的呼声感到困惑 在这充满敌意的环境中 谁才是真正的朋友 谁又是敌人 在这条复杂的道路上 涅坦雅胡的简化无疑是一个重要信号 它反映了以色列的战略考验 同时也揭示了中东地区的脆弱与不安 未来局势如何发展 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这场地缘政治的博弈中 普通民众的声音 往往被淹没在权力的游戏之中 在这个动荡固安的中东地区 战予密布 局势愈加紧张 以色列总理本杰明 涅坦雅胡 伴者们的坦雅胡 在一段罕见的视频中 直接向伊朗人民发出呼吁 表达以色列对他们的支持 他在视频中说道 以色列与你们站在一起 这句话不仅是对伊朗人民的呼喊 更是对整个中东局势的深刻反思 在这段视频中 涅坦雅胡的语气坚定而充满情感 他强调 尽管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关系紧张 但以色列始终关注着伊朗人民的福祉 他指出伊朗的政权并不代表伊朗人民 许多伊朗人渴望自由与和平 而以色列愿意与他们站在一起 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与此同时以色列正积极采取行动 打击伊朗在中东的代理人内 这些代理人被视为以色列安全的直接威胁 涅坦雅胡表示 以色列将不遗余力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安全 他提到伊朗的影响力正在扩展 特别是在叙利亚 黎巴嫩和也门等地 通过支持武装组织来增强起在该地区的存在 近年来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 尤其是在安全和情报领域成为对抗伊朗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涅坦雅胡在视频中提到 团结是抵御外部威胁的关键 只有通过合作才能确保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在这场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中 伊朗人民的声音常常被忽视 与多伊朗人对现政权的不满期许日益高涨 他们渴望改变 渴望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涅坦雅胡的呼吁 或许能够引起一些伊朗人的共鸣 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以色列的支持与光环 然而局势依然严峻 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敌对关系根深蒂固 双方的冲突几乎不可避免 涅坦雅胡在视频中提到 以色列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国土和人民 他的言词中透露出一种坚定的决心 表明以色列不会在威胁面前退缩 在当前中东局势紧张的背景下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拜登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的支持 但同时也强调了和平的重要性 他在最近的一次记者会长名言 反对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定念攻击 并呼吁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各方立即停火 这一立场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之际 埃登的这番话不仅是对以色列的警告 也是对整个中东局势的深刻反思 他指出持续的冲突只会导致更多的无辜平民伤亡 并加剧地区的不稳定 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国际领导人的支持 他们也呼吁双方克制 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在记者会上拜登分享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故事 一位母亲因战火失去了她的孩子 这让她深感痛心 他强调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 无辜的平民都不应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这种情感表达让在场的记者们感受到一种沉重的责任感 因为每一个报道都可能影响到人们对这场冲突的理解 此外拜登提到美国将继续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的使用武力 他强调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遵循国际法 尊重人权 这一立场在国际社会中引发了热烈讨论 许多人认为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次重要调整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拜登的呼吁不仅是对伊朗人民的支持 也是对整个中东局势的警示 随着各国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 未来局势如何发展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无论如何 和平与稳定的追求将始终是人们心中不变的愿望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黎巴嫩的局势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最近 黎巴嫩总理呼吁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立即停火 这呼声不仅是对战争的渴望 更是对和平的渴望 随着真主党领导人纳斯拉拉的被击杀 局势急剧升级 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中东地区 美国总统拜登在周一的讲话中明确表示 他反对以色列对黎巴嫩采取地面行动 并呼吁双方立即停火 他的这一表态 似乎是对黎巴嫩总理呼吁的积极响应 拜登在记者会上表示 我比你们知道的更清楚 我希望他们停止行动 这句话不仅传达了美国对局势的关注 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期盼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 黎巴嫩的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 街头巷围 大家都在讨论着局势的发展 许多人担心战争的阴影 会再次笼罩他们的家园 小镇上的咖啡馆里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 低声交谈着 他们回忆起过去的战争 那些令人心碎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 有人提到战争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伤痛 更是心灵上的创伤 每一个家庭都可能因为战争而失去亲人 失去家园 与此同时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也在不断升级 真主党作为黎巴嫩的一个重要政治和军事力量 其领导人的被击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事件 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真主党的愤怒 也让以色列感受到了来自黎巴嫩的压力 双方的对抗似乎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然而 和平的呼声却在不断响起 在这样的背景下 黎巴嫩总理的呼吁显得尤为重要 他不仅是在为黎巴嫩的未来发声 更是在为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努力 总理的讲话中提到 我们需要的是和平 而不是战争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而不是通过武力 这番话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大家都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和平的黎巴嫩 一个不再被战争撕裂的国家 国际社会对此也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 许多国家纷纷表示支持黎巴嫩总理的呼吁 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冲突升级 联合国也在积极介入 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促成停火 各国领导人分发声 强调和平的重要性 呼吁各方坐下来谈判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然而和平的道路并不平坦 尽管各方都在呼吁停火 但在实际操作中 双方的对抗依然在继续 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 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双方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黎巴嫩的民众在这样的环境中 感到无奈和绝望 他们渴望和平 却又无力改变现状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 黎巴嫩的未来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人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和平的黎巴嫩 一个能够让每个人都安居乐业的国家 总理的呼吁虽然微弱 但却是黎巴嫩人民心生的体现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和平的阳光能够照耀这片土地 让每一个黎巴嫩人 都能够过上安宁的生活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涅坦雅胡 Benjamin Netanyahu 近期在一个罕见的视频讲话中 向伊朗人民发出了直接呼声 声称 以色列与你们站在一起 这一举动不仅是对伊朗人民的支持 表明以色列对在压迫下生活的伊朗民众 表示同情 同时也隐含了对伊朗政府的威胁 显示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强硬姿态 涅坦雅胡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传达一个信息 即以色列并不敌视普通的伊朗人民 而是对他们的困境 表示关心和理解 他的言论 希望激励伊朗人民团结起来 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这种呼声在历史上并不常见 尤其是在以色列与伊朗关系 日益紧张的背景下 显得尤为突出 然而 涅坦雅胡的讲话 不仅仅是出于善意 他同时警告称 中东没有以色列无法触及的地方 这是对伊朗及其盟友的直接威胁 也是在向整个中东地区发出警示 即以色列将采取必要措施 来保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 这一声明 显然意在展示以色列的决心和能力 尤其是在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 冲突加剧的情况下 以色列与伊朗的敌对关系 可以追溯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 伊朗新政权对以色列采取了敌对态度 支持反对以色列的武装组织 涅坦雅胡的讲话 虽然表面上是为了拉近与伊朗人民的距离 但实际上也是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铺路 向外界展示其对抗伊朗的坚定立场 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 涅坦雅胡的言辞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表态 更是对未来局势的预判 他希望借此向国际社会传达以色列的立场 同时施加压力于伊朗政府 但对于普通的伊朗人民来说 在这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 他们可能会感到困惑 不知谁才是真正的朋友 谁是敌人 美国总统乔拜登也在这个敏感时刻 表达了对中东局势的关切 他明确表示 反对以色列对加萨地区的地面攻势 并呼吁以色列和黎巴嫩立即停火 他指出 持续的冲突只会导致更多无辜平民的伤亡 加剧地区不稳定 拜登强调 美国将继续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但任何军事行动必须遵循国际法 并尊重人权 美国的这一立场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许多国家领导人 纷纷呼吁各方克制 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拜登政府表示 将继续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对话 寻求长久的和平解决途径 与此同时 黎巴嫩总理也呼吁以色列与真主党立即停火 强调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这一呼吁 得到了一定的国际响应 包括拜登在内的多国领导人 都强调了和平的重要性 呼吁各方坐下来谈判 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 尽管各方都在呼吁和平 但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 依然在继续 双方的敌对情绪根深蒂固 国际社会的努力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和平进程 但实现真正的和平 仍然面临重重挑战 黎巴嫩的民众 在这种环境下 感到无奈和绝望 他们渴望和平 但似乎无力改变现状 综合来看 当前中东局势复杂且紧张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 敌对关系依旧严峻 尽管各方领导人 都在努力推动和平 但真正实现 中东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仍需要时间和耐心 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和平的阳光 能够照耀这片 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聂坦雅胡的呼声可以看作 是一种战略性的沟通手段 在历史上 这种敌对国家之间的人道呼声 并不常见 但却有其独特的作用 例如 冷战时期 美国总统里根在柏林墙前 宣布拆掉这堵墙 同样是一种 面对敌对国家人民的呼唤 这种呼声 不仅是为了拉近与伊朗人民的距离 更是希望他们能够反思自己的现状 推动内部变革 聂坦雅胡的讲话也在传递一个信号 那就是无论局势多么紧张 以色列依然希望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通过战争 事实上 以色列一直在努力保持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关系 尤其是在安全和情报方面 这对抗伊朗的影响立起到了积极作用 哈 楚天书 你要不要喝杯茶冷静一下 细想一下 聂坦雅胡的呼声更像是唐衣炸弹 说得好听 但背后藏刀 你提到的里根讲话 那可是柏林墙前的高潮戏码 但聂坦雅胡这么做 有点像是冰与火之歌的小指头 表面上笑容满面 实际上在背后下黑手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威胁 和对伊朗的潜在攻击行动 简直就是老虎嘴上拔牙 聂坦雅胡的讲话 无非是为了制造舆论压力 和争取国际同情 同时也在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铺路 历史上 敌对国家之间的人道呼声 往往是为了政治目的而非真正的关心 你说的那些合作 不过是为了各自的利益罢了 谢琪琪 你别总是这么悲观嘛 聂坦雅胡的讲话 虽然有战略考量 但这并不完全否认其中的善意 即使是政治演说 也可能带来实际的积极效果 就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 草船借鉴的时候 他不仅在策略上取得了成功 还借机展示了自己的智慧和诚意 同样 聂坦雅胡的讲话也是一种策略 既展示了以色列的决心 也表达了对伊朗人民的支持 这样一来 伊朗人民或许会重新思考自己的处境 甚至可能推动内部改革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也不是空谈 最近几年 以色列与阿联酋 巴林等国签署的和平协议 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些合作为中东地区的稳定 带来了新的希望 难道这不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吗 楚天书 看来你是吃了诸葛亮同款聪明丸啊 但请记住 政治不是演戏 人民的生活可是实打实的 聂坦雅胡的讲话更像是曹操论战 貌似仁义道德 实则心机深沉 你提到的那些和平协议 别忘了 那些国家可是和以色列有着共同的利益 合则两利 分则两商 你还记得《红楼梦》里的贾府吗 表面上风光无限 实际上是拿别人家的利益来维持自己的地位 聂坦雅胡现在就是这个角色 他的支持 其实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上争取更多的舆论支持 未可能的军事行动找个好借口 伊朗人民面对的不是支持 而是更多的压力和不确定性 最终受苦的还是普通百姓 谢琪琪 你这比喻有点过了吧 其实现实世界并没有你说的那么黑暗 就像西欧记里的唐僧 虽然一路上困难重重 但最终还是成功取经 聂坦雅胡的讲话也许有其政治目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正面意义 通过这种呼声 他确实在向伊朗人民传递一个重要信息 以色列并不敌视他们 而是希望他们能有更好的生活 更何况 以色列如果真的采取军事行动 也不会轻易发动全面战争 因为这对任何国家来说 都是巨大的风险和负担 与其一味指责 不如看看能否通过对话和合作 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毕竟 中东的和平与稳定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而不是互相指责 楚天说 你这西欧记的比喻真是妙啊 不过 唐僧可没有聂坦雅胡这么多小九九 现实中 涅坦雅胡的言辞更像是张飞鹤断桥 声势浩大 却没有实质内容 伊朗人民面对的是国内的政治压迫和国际的制裁 涅坦雅胡的支持更像是隔靴搔痒 实质作用有限 你提到的对话和合作 确实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但涅坦雅胡的讲话更多是一种威胁 而非真诚的对话邀请 他说的中东没有以色列无法触及的地方 这可不是拉近关系的方式 更像是大灰狼来了的恐吓 最终和平需要的是实际行动 而不是口头上的支持 我们需要更多的实际举措 而不是一场华丽的政治秀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 com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拜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实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剧 不如我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